在我身后的建筑里有一位伟大的人物 他的名字被眷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与大同这座古城的命运紧紧相连 曾经打破了日本人中国境内 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谬论 还为还原世界遗产云高石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之父 但是他的爱情故事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那他究竟是谁呢 他为古建历史以及大同古城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 感情中的三角链的故事是真的吗 您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一起进去了解一下他传奇的一生 走了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和林慧英女士了 一对对古建筑有着无限热爱和追求的夫妻 在大同不仅留下了足迹 更留下了对古建筑深刻的理解和保护 他们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对云钢石窟的修复和研究上 更在于他对大同古城的保护和规划 他的努力为大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和山西这座古城结缘的呢 您点好赞关好住 我们边走边说 原因有三个 首先日本人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 想要看必须要去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先生始终相信中国一定有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1937年的6月 梁思成与林慧英一起与营造学舍的一行人 第四次来到山西 在交通不便 物资匮乏 冰框马乱的情况下 来这里勘察 最终呢 是根据敦煌石窟图路的线索 在五台山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这一发现打破了日本人中国境内 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 证明了中国仍然保存有这样的建筑 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是为了破译父亲留下的营造法事 第三是为了完成著作中国建筑史 都说五千年文化看山西 通过山西对古建筑的考究和研究 能够积累更丰富的资料和素材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山西 他们来到云冈石窟时 梁思成先生以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对历史的敬畏 对石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他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石窟遗址的图片资料 为后来的修复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也让世人了解到了石窟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他的工作不仅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大同古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离不开两个人 前有梁思成先生 后有耿延波市长 在2008年的时候 古城开始修复 采用了一轴双城的理念 以愈合为中心 进行了修复 那么参考的就是梁思成方案 这一方案是1950年 由梁思成先生和陈湛祥先生共同提出的 当时是为了建设首都提出的 但是未被采纳 后来在耿延波的推动下 在大同那儿 绽放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 既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 又实现了现代化的建设 展现出了独特的城市风貌 关于梁思成和林辉一的婚姻 他们真的有第三者介入吗 您点赞收藏加关注 听我细细道来 在梁思成的生活中 林辉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爱情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 充满了浪漫与深情 她不仅是民国时期的才女 而更是一名建筑师诗人和作家 还曾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和我国的国会 更是梁思成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与生活上的挚爱 他们的爱情如同一股清泉 清澈而坚韧 在岁月的洗礼下越发显得珍贵 然而林辉一的美貌与财情 不仅吸引了梁思成 也悄然触动了另一位学者的心 她就是金月灵 这位哲学界的泰斗 通过徐志摩与林辉一相识 后来为了继续追随 搬到了她家旁边成为邻居 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学术 交往甚密 金月灵对林辉一的人品 以财气赞美至极 十分的呵护 林辉一也逐渐与金月灵产生了感情 有一次林辉一坦诚的对梁思成说 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不知如何抉择 梁思成经过痛苦的思考 告诉林辉一 她自己是自由的 如果她选择金月灵 自己愿意祝他们幸福 林辉一又将梁思成的话 告诉给金月灵 金月灵既感慨梁思成的大度 所以就选择了退出 此后终身未娶 以挚友的身份 陪伴在了梁思成和林辉一的身边 在林辉一去世以后 金月灵也始终怀念着她 还给她庆祝生日 据说梁思成再婚的那晚 金月灵在林辉一的坟前 靠幕而眠 金月灵的这种深情和坚守 成为了一段令人感慨的佳话 金月灵虽然爱慕林辉一 但始终保持着理性和克制 没有破坏梁思成和林辉一的婚姻 她们三人之间的关系 展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尊重 理解和高尚的情谊 她们的尊重彼此的情感和选择 维持着一种特殊而真挚的友情 成为了三个人之间的一段不为人知的佳话 也让梁思成和林辉一的爱情 显得更加的动人心弦 我觉得她们之间的关系 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三角恋 您认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不仅是对梁林夫妇一生的回顾 更是对大同古城的致敬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梁思成先生的智慧 以及历史与现代的交织 文化与自然的融合 共同编织着大同的永恒之约 更可以见证她为大同所做的一切 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载 更是对未来的憧憬 如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都仿佛在诉说着她的原建着实 也希望她们可以后继友人 将古建筑文化方扬光大 关注燕子 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带你看更多的古村古建 古奇迹 我们下期见